谢谢快乐 今天是2023年的最后一天 好像就要2024年了 大家在干什么 那是你干什么 我现在给大家看看我们在干什么 过了元旦我们马上就要搬去新家 整个搬家过程基本上已经进入了尾声 从我23号回到瑞典 直到今天 其实我们一直也没有闲着 收拾东西 照顾孩子们 又赶上病魔缠身 所以呢总共我们用了大概一个星期时间 把家里90%的东西已经打包 运到了我们的新家 其中具体的情况和细节呢 我会在稍晚的视频中给大家细细到来 我老婆贵音儿呢 今天忙了一天 除了收拾屋子照顾孩子 最主要呢就是今天是新年 也就是咱们所说的元旦 这个日子呢 对于斯拉夫民族来讲呢 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所以在每年的这一天呢 他们往往会做很多的美食 和自己的亲朋好友 共度佳节 我媳妇当然也不例外 作为一位优秀的妈妈 和一个合格的老婆 她在厨房忙了很久 给我们制作了很多特别棒的传统美食 这大盘子里面呢 烤的是面包片 上面涂上了黄油 再配上一条来自北欧深海的小鲜鱼 和一片地道的酸黄瓜 一个简单的三明治就做好了 透明玻璃盆中装的是 斯拉夫民族节日中必败的一道硬菜 叫做奥利维 相信很多在前苏联地区待过的朋友们 都非常熟悉 下面出厂呢 是一道很健康的凉菜 由各种的菜叶子和西红柿 还有羊奶酪组成 中间呢是来自大新疆的美味食料 上面用虾仁点缀 紫巴唧的菜呢叫做书吧 不是枯吧 工艺繁琐 味道还可以 但是鱿鱼呢最下面铺了一层咸鱼 所以呢不是所有国人都能接受 这个叫啥呢其实我也不知道 反正能吃 用奶酪沙拉酱黄油 再加入少许大蒜 搅拌成泥 放到饼干上 再来二两虾仁即可食用 如果您热爱甜食 又不想吃那么多奶油了 看这里 自己烘好了蛋糕胚子 里面加入各种水果 最主要的是用酸奶油制作的糊果 代替了传统高热量的奶油 上面撒上坚果碎 再来点巧克力粉就齐活了 相对来讲呢健康一些 大家觉得怎么样不妨您说一说 今天呢我媳妇真的挺给力 往常其实也没有时间研究这些 因为上班太累了 趁着过节还能休息两天 这就是我老婆桂英 一位来自乌克兰西部农村的普世姑娘 她现在把每一片叶子 每一个区段都擦了一段年轻 然后呢准备混盆 送我们的时候很小 就好像就一根汁 这个长得也好 这个好像是剪掉以后就可以生根的 应该是是吧 反正挺好痒的 会不会如吗 我的眼睛你们不知道看得出来吗 就是两个眼睛都是肿的 上眼带下眼带都是肿的 现在好多了 我抹了点药 已经不是那么红了 但是你们看 血丝 这个眼角这个眼角都是红的 全部都是红的 前两天刚好好一点点 刚刚效忠 然后今天又开始 一眨一下一睁眼 就就睁不开你知道 就感觉全吃不糊 给你干上了你知道 马可别了你们俩过来 再过一会就跨年了啊 马上就要到2024年了 你们知道吗 马上一会就2024年了 现在还是2023年 一会2024年了 我吃的 又又都吃了 他们都说了 好 你说几句祝福语好不好 你随便随便说 祝大家生气健康 那你说万事如意 生气如意 好 光的全家在瑞典给大家送祝福